我們回過頭來 剛剛講到了 這個處處都是問題啊 好不好 這個進口彈爭議 其中呢 被追出來了 1.3億的價差去哪了 可是農業部告訴我們說是誤會一場了 保險和運費的問題 差別在這裡 那蔡英文總統也有岳陽回應 他說這幾天農業部行政院 都完整說明啦 他相信整個過程 可以攤在陽光下 是經得起檢驗的 我要請教林陶 就是攤在陽光下 才發現經不起檢驗呢 這個我覺得攤在陽光下 這一句話常常聽到啦 因為鄭文燦你問他這個 爸爸會館問他什麼 就他一切可以攤在陽光下 可是每次攤在陽光下呢 曝曬之後那個惡臭是 馬上跑出來 因為越挖越臭嘛 這幾天大家 我看有些人記者會有 有時候會口誤 陳其中也會講的是陳時中 陳時中講的是陳其中 但可是他們做的事情 其實是一樣的事情耶 你看過去疫苗 大家講說 全球在搶疫苗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大家趕快搶貨 現在不是說全球在搶彈 你不要去管廠商 他能夠拿到彈員是最重要的 他不用提出相關的證明 他搶到了彈 他就搶得到啊 你管人家怎麼搶到 他就是有彈員啊 以前疫苗是在要怎樣 不行 你要原廠證明書 你要冷戀 你什麼都要準備好 你才能搶到疫苗對不對 百般刁難 結果這個超師 是全部開綠燈 不用冷戀 不用倉儲 結果在過程中 你會覺得很奇怪 超師 他能夠承攬六億元的生意 基本上我們要做國際貿易 你要有報官的人 你會計人員 你要有發言人 然後你要處理穀物的 等等的這些人 從頭到尾 就一個在鐵窗後面的 秦宇喬 還不敢出來講話 加上兩個新聞稿 你就覺得很奇怪 這家 這個現在連秦宇喬 是不是能代表超師 我都打一個問號 他也沒有站出來啊 從頭到尾 就是農業部 是超師的發言人嘛 結果越講越扯嘛 說真的 因為昨天 不管是這個 巧欣他到北檢去提告 還是王鴻薇 他去這個監察院 還是我們在黨中央 持續追金流 關鍵的內容 陳吉仲都還沒有講清楚 沒有 我很簡單 這些大家都已經聽得耳熟了 你想 進口的時機到現在 都幾天了 你還是講不出來 超師 鋼三無忌 新北無忌 過去有沒有進口 巴西日本的雞蛋 你還是提不出證明來 第二個部分 大家再講到這個價差1.3億 你大家口口聲聲嘛 說當時候他的報價 跟三月的時候 跟農業部開會的報價 一顆除起來是4.49塊成本 你倒案的價格是4.9塊到5.9塊 那好陳吉仲 一下說5.1塊 說5.5塊都沒有關係 這四個金額全部都高於4.49啦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你當時候 如果說你在開會的時候 報一個價格 倒案可以高於你當時候 報案的價格 每一個人都要去承攬生意嘛 我先報低價就好了啊 反正倒案 我跟你charge比較高嘛 結果為什麼今天這件事情又會大炸鍋 因為人家發現根本不是 你講的4.49塊 更低 我絕對去找巴西的官物 現在感覺巴西的資料 會比中華民國的 這個農業部提出來的資料可信 因為中華民國的農業部 昨天記者會自己提出來的 離案價格跟倒案的價格 我說真的我打一個問號 我真的打一個問號 你去查嘛巴西進口這顆蛋 除起來一顆蛋是多少錢 3.8塊 那到底是3.8塊 4.49還是4.9還是5.9 你給我講一個數字就好 你講不出來 然後你一直講說超市他有損失800萬的蛋 他中間有檢疫不夠 所以他是愛國商人啊 他已經損失這麼大 你幹嘛去苛責他 這個過程價差有沒有是誰賺走 到最後你的成本是4.49 5點多塊 可是你零售價格有沒有到時候 零售價格是8塊9塊10塊的蛋 中間超市有沒有賺到 第二個這些蛋在農業部的契約 寫了一清二楚 有問題他可以直接向原廠退貨 而且其中的運輸跟管銷的費用 關稅的相關費用 可以跟宿船會要錢報價 那你根本沒有賠800萬啊 你還幫他開脫 你真的很誇張 你為了要論述好 好像超市有這種很愛國商人 然後你剛才講說800萬 他損失他就吃下來了 結果發現他根本就沒有800萬的損失 這是第二 第三個 我必須要講金流的問題 因為從頭到尾大家質疑的是 一個9月才開幕 然後呢2月歇業 3月2號停業 3月2號復業的機構 然後他的投資額只有 資本額只有50萬 他怎麼付6億出來嗎 那可是這分就很奇怪 因為陳其中口中 從頭到尾都說 那是超市自己店鋪的款項啦 他自己拿了錢先買機站進來 結果自己開機只會發現 根本不是這樣子 整個的契約寫明了 就是中央去產會出錢 給超市代收轉付 直接給巴西的單元 單商 他就是一個轉手的角色嘛 大家有沒有去超商 代收轉付 繳規背 難道是7-11或是全家自己轉走嗎 不是嘛 他就轉手嘛 所以在這過程中我不需要出錢耶 那所以我才會一直抓一個金流 一個部分最關鍵的金流是 為什麼陳其中在跟媒體連線的時候 會講出超市 有給一張台資本票 如果是代收轉付 為什麼你要給台資本票 你是在借錢嗎 還是你需要擔保品 那一家公司有限公司 他最高擔保就是你的資本額 你承攬6億 你擔保只有50萬 代表這一支台資本票 一定是接近4點多億購買的成本 所以我要求農業部 公開台資本票的金額 好 假設他公開的金額 接近4點多億 我也要問一個問題 你憑什麼超市資本額50萬 可以開出4點多億的超資本票 你的擔保品是什麼 這家公司沒辦法單表4點多億 一定是這個負責人連帶擔保 這個負責人有這個金流嗎 還是背後有幕後的集團幫你擔保 到現在陳其中 這三大問題講不清楚 而且說真的 他昨天前天開記者會真的很誇張 同時段是賴清德在開 國家希望工程的記者會直播 然後你開一個單的記者會把它蓋過去 沒有人注意賴清德講什麼 因為每一個人都在看陳其中的笑話 去看你的漏洞 所以你的直播壓過去賴清德的直播 然後賴清德後面講說誠實面對問題 你有誠實面對問題嗎 所以這根本是一個荒謬的鬧劇 然後這個鬧劇賴清德說誠實面對問題 啊你人呢 吵了幾天了 還落荒而逃啊有沒有 落荒而逃 所以這些繞跑的畫面 我最近看到一個短影音 最後補充這個短影太有趣了 因為我們只是問他說 你的農業部四大標準 其中一個是進口的時機 請問你有進口的時機嗎 我要趕行程了 你在現場嗎 其實現場 那是他問的啊 對啊 我問說那你進口時機就說 我要趕行程 我趕火車 丟臉啦 你都敢接受直播 你就要接受挑戰 而且這個問題是很基本的問題 因為基本上我不想要在節目上 刁難一個農業部部長 我就講了一個 進口的時機內 我要趕行程 這真的走 溜之大吉 溜之大吉 就是你成績中 今天還敢告小新 我非常支持小新 趕快告到死 不過今天來看 真的是 陳吉仲就唯請律師了 對邱毅提起了 刑事加重誹謗自訴 對許小新提起 民事回復名譽訴訟 那當然這個許小新 由所謂張思剛呢 所以也到了北檢告發 陳吉仲呢 圖利罪 還有貪污治罪條例等等 可是現場發生了一個插曲 就是激進黨的發言人 楊佩華突然現身 拿著鏡子 好問巧新 說你要不要照個鏡子 我先問巧新啦 這個激進黨到底 給你鏡子了沒啊 沒有 沒有欠我一面鏡子 昨天的情況是這樣子 我們在要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突然外面有一個女生 她一開始很溫和說 巧新巧新 然後我就探頭說什麼事 然後她就說 你要為你造謠的事情道歉嗎 那我就也很溫和跟她說 我沒有造謠 然後她就突然亮出一大面鏡子 說我要請拿這個 送你一面鏡子 請你看看你自己的樣子 我就說 我第一個先問說 你要不要先照照你自己 好第二個我想說她既然說要送我 那沒有關係 我自己個人覺得說我還長得蠻漂亮的 送我一面鏡子帶回家 而且我還想好了 本來我想說她假如說送我的話 我整天政論節目都要帶著這面鏡子 所以我就蠻開心的走上前面 就是要去收這個鏡子 結果她突然大喊說 不要碰我 我想說你不是說要送我嗎 然後她還說你照一下你照一下 我就照了一下 你看我說看起來還蠻漂亮的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不甘不脆 對 所以呢我就覺得說 激進黨他們這種鬧劇 就是淪為民進黨的這個側翼 他們當然是想要去幫陳吉仲 去轉移這個焦點 可是問題是我們去提告這個新聞 反而讓更多人都知道了 昨天我在晚上跑地方的時候 幾乎所有人都看到這個新聞 因為就是激進黨太搞笑了嘛 所以我就覺得說激進黨他們 雖然想要去當民進黨的側翼 可是要不是吃狗糧 要嘛就是90度鞠躬 要嘛就是送鏡子送的不乾不脆 那甚至呢 我認為啦 民進黨跟激進黨不要 因為為了要護航陳吉仲 就把這些我們從2002年 就認為說不能在雞蛋裡面 撿出的一些這種藥殘 就現在告訴大家說吃了沒問題 吃了沒關係 這類型的這個浮甲黃綠酥 過去在曾經台灣有撿出的時候 都是重大食安事件 我們都說會致癌 就唯獨這一次他們告訴我們說 不會不會很健康 如果激進黨跟民進黨 是採取這樣子的策略的話 你民進黨現在是多數喔 是否代表民黨未來要開放 浮甲黃綠酶素可以有藥殘在雞蛋裡面 我個人是不吃 我也會堅決的捍衛台灣民眾的食品安全 可是請各位觀眾看好了 民進黨跟激進黨說 不會不會多吃無益多吃無益 有必要為了超私護航到這種程度嗎 再來我們要講說 這次我們去告發貪污跟土利喔 其實真的很有可能陳吉仲 他會被起訴或是要去坐牢 為什麼 因為你就連公司喔 公司跟公司之間 我們是不是就按合約精神走 這句話大家一定都聽過嘛 可就唯獨政府單位 現在農業部講說 我們不用按合約走 合約隨便寫寫的 合約只是寫好看的 這種事我們第一次聽到 我們做民意代表我們都知道 公務人員最難溝通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跟你說合約就是這樣寫 法律就是這樣規定 就合約踩得很死耶 對就是我們什麼事情都必須按合約走 不然我們公務人員會被告 不然我們公務人員會出事 經常幫民眾解決問題的時候 很多事情明明不太合理 卻無法解決都是因為 他們就是依法行政 我們也只能告訴民眾說 那依法行政法律規定就是這麼硬 那我們也沒有辦法幫忙處理 結果現在竟然農業部 把合約視為無誤耶 而且陳吉仲搞笑的點就在於說 說真的我這個是天才小吊手 我先前不是就一直在呼喊說 陳吉仲你就公佈合約吧 公佈合約吧 一直激怒他 然後沒想到他真的公佈了耶 我們當然知道你這個合約會有問題嘛 因為你跟他公佈了之後 害他自己出陽相耶 是就越公佈越慘 本來沒公佈我們還不知道問題 這麼大條 沒公佈之前 我們還不敢去講說 你有貪污或是土利 我們只能說這個狀況怪怪的 我們還沒有辦法到北檢去提告 因為我們沒有太多的事實或是證據 我們只能質疑說 欸這麼小的一加50萬資本的公司 你為什麼會給他 可是你一旦提出了合約之後 我們發現白紙黑字 他裡面很多點喔 除了就是我們大概幾點 其實我們最近節目都談到 就是說你的合約講說是代收轉付 可是你卻告訴我們說他們墊款 然後呢這家公司呢 明明3月1號的時候他還沒有付業 結果你卻告訴我們說 他3月1號就跟你簽約 再來呢你說這些所謂的驗出要殘的 是他們要自己退運要吸收成本 可是你的合約裡面告訴我們說不用 你們還是會這個去負擔這些成本 所以每一件事情 陳吉仲拿著麥克風他前面講 後面泡泡泡血都不一樣 你還說得出口 不是他跟他好笑嗎 你以為你在講那個泡泡泡 我們不會把他room in 放大來一個字一個字看是不是 我就覺得非常荒謬 還是說你沒有文字閱讀能力 你不知道你後面血跟你前面講的完全不一樣 這真的是讓他就是笑死 所以後面他才會溜之大吉嘛 所以才會讓些激進黨的這一些所謂的側翼 想要去博取聲音跟版面去轉移焦點嘛 甚至我最後要講一個 洪孟凱委員昨天 對我們都一直有在聯繫 那請他幫忙調資料 就是說呢 因為我在記者會的時候 我就有講一個關鍵點 就是所謂有沒有害命的部分 他告我嘛對不對 可是我就發現說 6月28號開始 這個巴基的牧場裡面驗出了第一個 真正禽流感不是野鳥喔 所以全世界都公布了說 巴西是禽流感疫區的事件 日本立刻停止跟巴西進口任何的禽類產品 那經過溝通之後7月28號說好 那我就禁止你幾個主要的州 但他們都是速度非常快 可是我們的農委會一直到 我們的農業部一直到8月15號驗出藥劑殘留以後 才停止向巴西下單 那所以我們就要問 那請問這些進口的 就是說從6月28號以來 進口的這些彈 我們繼續買的這些彈 是從哪個牧場來的 結果呢這個洪孟凱的臉書寫說 這個衛福部食藥署告訴他們說 沒有在管這件事情 不知道這件事情 那這不是很離譜嗎 尤其是農業部還說呢 這個秦宇喬他們這個超市工資很厲害 是因為日本跟 他們跟巴西跟日本的關係很好 可以從巴西手上攔截彈 那你要想喔 6月28號開始 因為禽流感的關係 日本就不買了 對 那我們還持續在買 那你結的彈是不是這批彈 對 是不是就是在禽流感爆發以後 可是日本不要的彈啊 不要的巴西的禽流感的彈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問題更大 這一件事情到這個部分 還沒有追到這個程度 所以我告訴大家 超市的事情 彈的事情還沒有結束 還繼續案情在發展當中 越查會越多 未來如果真的在法庭上面 我絕對不是傳什麼秦宇喬而已啦 他才資本額0.2% 當然是99%的那個大股東是誰 要傳出來嘛 還有你這個交貨的時間點 跟你所謂的撥款的時間點是什麼 我們現在也沒有看到嘛 每一批次的蛋的進口的價格是多少錢 也沒有看到你只給我一個均價嘛 所以還有太多的疑點 我覺得今天為什麼這麼多民進黨的人 一直在去打那個什麼大直的這個灘塌案 當然這個世界很重要沒有錯 可是你看民進黨 他很多是把一個人命安全 跟這個標準的問題 他轉移到很多政治 尤其針對王鴻威齁 我就覺得怎麼會是針對王鴻威呢 那當然我認為因為在超市案上面 王鴻威他也揭露了非常多的這個真相 所以他們想說後面的新聞 蓋前面的新聞 如果這個大直的案子他們弄大一點 是不是就不追超市了 那我告訴大家兩個案子都重要 我不會告訴你說大直的案子不重要 我也覺得非常的重要 可是也不可能說你想的美 因為大直的案子就要掩蓋超市的問題 沒有 我們還是持續的在追蹤 把關人民的食品安全 不過巧欣我還要補問一下 因為現在進入司法程序了 比如說在今天的這個UDN就直接說 自訴告發藍營重炮手 就是你和邱毅勞 所以綠營是有一些盤算的 比如說陳一仲選擇了自訴 這樣檢警就不會介入調查 所以換句話說陳一仲自己握有這個主導權 因為可以由這個委託律師來進行 那他的情勢他覺得他自己可以掌控 甚至隨時撤告也可以 那麼也就是說他可以消減邱毅的火力 即使官司打輸了也可以保有戰果 那對你是提起了這個民事回復這個名譽的訴訟 你就必須負責舉證責任 那他覺得說同時也可以牽制你 削弱你的火力 我要講的是綠營的策略都出來了 就寫出來擺在眼前 那法律攻防接下來怎麼做 第一個他們絕對是有所謂的法律策略的 因為陳吉仲不敢告我刑事誹謗 他又說我說他謀財漢兵怎麼樣 講了一大堆記者會 結果我一看沒有告我誹謗沒有告我加重誹謗 他只有告邱毅這條沒有告我這條 為什麼 你一旦陳吉仲你敢告我誹謗或加重誹謗 我就是坐等你法院認證 所以他不敢嘛 他找那種民事的然後就反正慢慢出庭 然後他要撤告也都隨時可以的這一種 那再來是我的舉證責任的部分 我舉證可多了 我在法庭上面我可以舉證舉一個小時 我可以說我要傳很多人來作證 我所有從頭到尾講的事情 每一項都有實際的證據 而且很多都是你們政府自己官方的資料 所以我想在這個部分上面 他是希望齁就是想要透過這個 讓他們深率的覺得你看徐曉欣也被告了嗎 你看他被告的顯然就是說 我們站得住腳我們會提告他等等的 而且陳吉仲很喜歡這樣 他也告過林濤啊 因為林濤發現說他有抄襲的問題啊 然後呢他不知道該怎麼解釋 那我要對他們來提告啊 上次上次2002年 2022年的選舉的時候 他去告了林濤告了張思剛 這次告我 他就是玩一樣的路數嗎 他講不清楚的時候就氣噗噗的去提告 可是問題有解決嗎 問題沒有解決好 那民進黨有民進黨的法律策略 我們有沒有 我們也有我直接去提告他為什麼 因為我就不要讓他們用所謂的刑事制數 他用刑事制數去告邱毅意思是說 我只要用我的律師去調查就好 不用用檢察官 我們就是要讓檢察官來介入調查 所以呢 你不告你告邱毅的時候 你刑事制數對不對 我來告你陳吉仲 我是用告發 所以檢察官一樣會完全的 涉入到這個案子裡面一個一個的去詳加調查 甚至如果未來開庭的話 我們還可以傳證人到法庭上面來作證 然後要求對方提出更多的證據 所以我想就是說民進黨他想要用這種 有的沒的部數 543的部數去轉移這個焦點 但是我們有我們自己的這個做法 一定要把案情追到水落石出 爭議進口彈追追追 剛剛講到追金流這件事情 發現問題真不小 從這個巴西的出口價格和超司代電雞蛋的貨款 相差了1億3000萬元 那因為外界有太多的質疑了 很不清楚的地方 我們看到超司公司再發聲明 這一次7點聲明 第一沒有內線消息 第二有進口但實機 第三資本額小但有資金調度能力 第四沒有賺取暴利也沒有藏進人 第五國際貿易不可能一通電話就買到 第六秦宇喬不認識任何政治人物 第七無從回應外界諸多不實言論 極指控期盼回歸理性討論 回過頭來我先說這個錢的部分 因為最近每天我都在看這個林北好油農業粉專 對這個林宏玉 林宏玉他一直在講說這個 關於這個錢的事情1.3億元 他說算一算其實這個漲幅怎麼一差 差到了16 增幅增幅到了16 所以16%的部分完全是被續產會給吸收 所以光是看到這你就會覺得說問題很大 不是嗎 好我們先來看 其實我覺得超市雞蛋 本來我已經覺得很扯了 但是我沒有想到他每天在秀下線 告訴我們到底有多扯 還有更扯 對就是用切香腸的方式 他說我要公佈真正的資料給你看 然後就從裡面發現了更多的問題 首先我們地區要先澄清一件事情 就是真的只有超市有能力進口雞蛋嗎 不是 農委會自己告訴我們說 當時為了要進口雞蛋這件事情 大概有五六十家貿易商來爭取訂單 因為有能力的這個 這個農業的這些相關的這些業者 一定不會只有超市一家 他說但是因為要合估四個條件 那第一個條件說 要有貿易進出口的實際的績效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後第二個部分 是要取得檢疫還有衛生證明 這第二個條件也很重要 第三個就是要你的報價要合理 然後你在三月底之前 就可以執行第一筆的訂單 那我們其實拿這四個 他說因為這樣篩選下來之後 其實合格的只剩下九家 好就算合格只剩下九家 那請問一下也不是只有超市一家 能夠做 為什麼他能夠囊括這麼多的 雞蛋的進口 六成 對 九家合格只有他一個人獨佔了六成 而且還不是農業部跟他簽約 是中央續產會跟他簽約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超市我現在看起來 這四件事情 沒有一件事情是合理的 是合格的 他有過去的進出口的時機嗎 這件事情不是問了陳吉仲 陳吉仲就落跑了嗎 那現在超市說我們有我們有 那你拿出來啊 你過去如果有紀錄的話 其實你就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就好啦 因為你畢竟是去年九月才成立的公司 坦白說就算是鋼山的無際商行 也查不出過去的進出口的時機 因為他主要是做國內的 這一個大盤的一個銷售 所以我們看不出你過去我們查不到啊 我們查不到那你就提供給大家看一看啊 至少你給農業部要先調查這件事情對不對 不要弄到陳吉仲一天到晚問到這個問題就落跑嘛 第二個部分是取得檢疫跟衛生證明 在哪裡告訴我們 因為巴西其實它有禽流感這件事情 絕對不是突如其來的爆發的 那究竟是什麼樣的牧場 然後有什麼樣的檢驗的證明文件 農業部說我們不知道牧場是什麼 那你不知道牧場是什麼 那你就有檢驗資料了嗎 現在看起來連第二個條件都有很大的問題 第三個說要報價合理 我們等一下就來就錢的問題來追追追 然後第四個是 三月底能夠進口第一筆對不對 巴西給我們的蛋是今年四到六月 對 只查到這個 那請問一下三月有進口嗎 那就沒有啊 因為巴西只有四月開始出口 所以會發現 當陳其中大言不慘地告訴大家 說超市很厲害 因為要符合四個條件不容易 只有九家符合超市是其中一家 結果你檢驗完了之後 請問一下它到底符合哪一條 你告訴我們一下它符合哪一條 就是農業部只要一說就發現戳破 一說就發現戳破 我真的覺得怎麼會有這麼扯的 這個不斷秀下線 好 接下來再來看到的就是價格的問題 那這邊呢看到那個價差一億三千萬 因為你去查巴西的這個離岸價格 然後跟我們的道岸價格去算 這都還沒有算關稅 因為道岸價格是不加關稅 離岸價格到道岸價格 好 農業部講的是對的 就是說這裡面中間有個價差 確實跟運費有關 然後確實也都跟這個保險有關 但是各位運費是像農業部所說的 要八千 八九千塊美元嗎 各位現在這個時間點 並不是去年運價高漲的時間點 今年以來全世界的貨櫃運價 都是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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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再跌 是跌得很凶 尤其四到六月的時候 你知道在今年六月的時候 全世界最大的貨櫃的運輸公司 就是馬士基呢 它一次的調降 從亞洲到美西 美國西部 當然其實你說巴西的話 其實它也是這一條航線 到美西的貨櫃報價 從一個標準尺 就是大概二十尺 從一千兩百美元 降到八百五十美元 那當然這是一般嘛 那但是你怎麼加 也不會加到八九千塊啊 所以農業部 其實你真的要小心注意 你不要一天到晚 為了急著要辯解 結果提出來的東西是 隨時隨地可以打臉的東西 那這一億三千萬的差價 到底是怎麼去的 對 我覺得因為 你要知道就是超私進口 其實如果按照合約的話 它是在所有的成本之外 加百分之八的手續費 所以理論上來講 它本來其實就是根據這一個 進口的五億多對不對 它乘上百分之八 各位一家五十萬資本額的公司 它能夠賺到三四千萬的 新台幣的錢 而且就短短的三個月 你告訴我說它沒有暴利 然後你告訴我說它其實是虧損的 這不是很奇怪嗎 那當然合約的問題 現在我們這邊 先引用的都是農業部說的 超私是代電 但是按照合約來看的話 超私是不需要代電的 這也是我在 其實我跑財經新聞 也這樣長的一段時間 我所看過沒有更扯的合約了 我昨天其實跟一位金融界的前輩 在聊天 因為他們其實處理了很多這種合約 因為這種合約 理論上都是可以跟金融機構去借錢的 因為真正大部分的合約都是 我的貿易商 我去進口的過程當中 我必須要先付錢 然後付了錢之後 除非我關係良好 否則的話呢 理論上是要付完全額 然後貨品才會離岸 那有些關係好的話 我其實是可以開支票 關係更好的話 我的支票還可以後送 但無論如何呢 我中間一定會有些代電款項 所以我就可以拿合約 然後去借錢 所以合約其實跟金融機構來說 關係很密切 很多金融機構都看過合約 他說真的沒有看過 這麼特別的一個合約 沒有在 你看好續產會呢 他要去買超私的蛋 超私呢 不需要付任何的定金 沒有任何的 實際上面的合約的情況之下 光憑報價文件 就可以請款 哇 什麼叫做報價文件 今天我如果去 這個假設說我今天要裝潢房子 對不對 然後我就會請 這個裝潢的包工 或者設計師 他先提出一個報價單給我 我看合不合理之後 然後我再決定要不要跟他簽約 那個叫做報價單 報價單來 我就一定會跟他做生意嗎 未必啊 報價單來 我就一定買到蛋了嗎 也未必啊 結果 報價文件就可以請款 這真的是超級不合理 這金融界的前輩說 我沒有看過這樣的合約 對不對 那這裡面農業部的說法最好笑 農業部你要經得起考驗 我告訴你 坦白說我真的很希望政黨人替 因為我真的很希望有人去 好好查一查這件事情 在沒有 就是說你沒有公權力的情況之下 是真的沒辦法去調查 但是他說超司很棒 他雖然合約上面可以先請款 可是他就是硬是要帶電款 對 他就是要帶電款 他就是不要先去請款 我還沒有看過這樣子的廠商 我辛辛苦苦的去跟中央續產會 談出了一個合約 對我這麼有利 然後我說我不要 我不要用這個合約 我就自己還是先帶電好了 就是你不斷的在挑戰我們的 嘗試下限 人生沒有碰過的經驗 我要告訴各位 在官場上也不會出現 官場上背後只有勾結 絕對不會有超乎常識的合約 而且除了這個合約問題 金流問題 還是不是牽涉到食安問題 包括這個洪孟凱委員 他直接在臉書上提了 他是說食藥署不知道 巴西禽流感的雞蛋從哪裡生產 怎麼能夠確定 過去28天沒有禽流感呢 他說這個負責邊境 法官食品安全的食藥署 竟然不知 到底是從何生產的這個 巴西雞蛋 超司公司進口 不需要申報 就可以讓8000多萬顆的雞蛋 進來台灣 那麼之前農業部一直強調 前28天是沒有禽流感的影響的 問題是如果根本不知道 從哪個畜牧場生產的雞蛋 又怎麼能夠保證 沒有受禽流感影響呢 說不知道還是故意不給 還是也不能給 因為真的就是有禽流感的疫區來的 我們的食安到底發生什麼事 這件事情其實在一開始的時候 也跟衛福部的食藥署 也同時開過會 那我相信每一批要進口 當時成立雞蛋國家 對 所以當在缺雞蛋的時候 我相信食藥署跟農業部 有開過專案會議 他們也說過有開專案會議 只是我們到現在 因為立法院還沒有開議 正式開議 我們調不到內容 那相署當時跟衛福部 開會的會議資料到底在哪裡 你真的不知道哪些是疫區 你沒有去責定說 難道當時成立雞蛋國家 對 當時我相信農業部一定有責定 我希望從哪幾個國家 有機會來去進口雞蛋 它一定有一些方向嘛 那我們現在調不到這些資料 但是我覺得農業部是睜眼縮下 就是說事情衍生到現在 其實大家都可以知道 整個農業部事實上是先射箭再畫吧 他們已經責定好 到底要從哪裡去進口 只是他們現在就像擠農包 還不是只有切香腸 這個擠牙膏 它現在擠農包式的 擠一點撕一點 擠一點撕一點 然後讓我們發現說 原來這個農包越來越多 越來越深 大家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事情 藏污納購的事情在裡頭 這整件事情 除了最近大家提到的 到底有沒有內線的問題 有沒有內線問題 其實看超司它停業的時間點 是在今年的2月24號 但是同一天確實也是我們農業部 開始要啟動我們的這個 進口雞蛋的計畫 那超司怎麼這麼快 就是說同時你申請這個 你要關閉 但同時你又 你又這個農業部又說 我們要啟動進口計畫 你又在3月2號不到10天之內 你馬上又開始申請復業 你沒有內線消息 你到底騙誰啊 這個資訊這麼清楚 那你為什麼2月24號申請停業 那你為什麼要在3月2號又申請復業 這件事情請超司要說明清楚 你的理由到底在哪裡 你說你沒有內線消息 這真的是騙國小一年級 大家這些嘗試真的是 這個讓我們無法置信 另外就是說沒有內線消息 這個很清楚 那到底有沒有暴力的問題 昨天很多網友在說 我即便開一個剉冰店或一個豆花店 我的資本額可能都不止50萬 真的真的 那個沒有一家公司 不用一個一家公司或一家小吃店 我即便開一個自助餐店 一個麵店 我不用一個100萬拿來周轉 都不可能 而且中間有這麼大的差價暴力 昨天好多好朋友 歐巴桑阿嬤在市場周遭 就說這簡單我來開 我叫我兒子來開 大家都說我們大家集資來開 不用說賺個一千萬 賺個兩三百萬 一般的民眾都會非常開心 特別是現在景氣這麼不好 哪有這麼好的條件 所以你告訴我說 沒有內線的資訊 沒有暴力 這個是所有台灣的民眾 我相信這不叫暴力 什麼叫做暴力 這是超乎我們的想法 在民進黨的眼中 什麼才叫做暴力 請告訴我們說清楚講明白 那我覺得 我當然希望立法院開議之後 有機會針對這些案子 有機會調閱更清楚的資料 而不要告訴我 什麼都是密件 像密件事件不要再發生 對對對 像當時的高端演 不要再告訴我密件事件 那我覺得事情真的是有機會 越離越清楚 但是我覺得 民進黨不要輕忽這件事情 確實是在今年選舉一大破口 因為到現在馬上秋天要來 可能又是另外一個缺雞蛋的時機 特別是我要強調 農業部的農發基金 其實是來補助農民 特別是現在農民特別辛苦 農地也拿去種田 那可以生產的農業的項目 也越來越少 但是我們現在的農委會 的農發基金 卻是拿來補助相關進口 還有圖利 我必須要講圖利 涉嫌圖利某一些業者 所以我覺得農業部這幾年 不務正業沒有做好事情 陳其中逐了會掉鱷魚的眼淚 他到底還會做什麼 我相信民眾看得很清楚 但是我覺得更扯的是 賴清德在前一陣子 在記者會發佈他的農業政策 幸福農業 那還是陶普那三項 未來讓農民有更多的農地可以種 然後未來這個產鏈做得更好 那台農發公司花10億 什麼事都沒有做好 冷鏈相關的產銷 什麼都沒做好 你能期待用幸福口號 幸福農業 接下來如果再讓賴清德 繼續執政 民進黨繼續執政 我們的農業部 還可以做出什麼更好的事情 我相信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好啦 這個對超市來說 真的是幸福啊 很幸福嘛 對不對 可是因為大家就講說 為什麼政府不直接做 政府不直接買 現在政府回答你了 說因為政府買有壓力 會有壓力 所以才和貿易商合作 為什麼 因為很多國家突然之間 因為某種原因就說不行了 不能賣給你們了 陳俊暨這個次長說 農業部開放跟貿易業者合作 所以我希望仰賴有雞蛋進口經驗的業者 來擴大供應國家 那你政府單位從事貿易進口 遭遇到非常多壓力 很多國家本來說可以的 突然又因為某種原因說不行了 那麼當時是因為 希望能夠更快很緊急嘛 讓所有民眾都買得起雞蛋 所以用這樣的方式 才是最好的模式 又來了 大家覺得有沒有跟這個 採購疫苗之後87分像 有喔 又來抗中保台了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有無常依國 四十字花 一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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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字花 這裡 一陣子 這陣子